但是我不曉得很多業者 他當然現在國內旅遊 國旅非常的夯嘛 就大家不能出國 這每個飯店基本上 他不太願意成為防禦旅館 他怕我成為防禦旅館之後 未來如果 我未來不是防禦旅館的 別人不敢住 他會害怕 影響以後的聲音 對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第一個政府要用 可能要用相當的公權力 來要求 或者我們用其他的方式 來增加這些相關的收納的 收容的一個防禦旅館的 相關的設備 第二個當然我必須要講 各縣市不能夠各自為政 台北市說什麼 我只管台北的新北管新北 那我必須要講 最慘的是離島 你看像金門 我相信金門一定有很多台商回來 因為很多台商是金門級的 走那個小三通的 對 他現在金門有多少旅館 金門沒有太多旅館 他肯定要用其他的地方的旅館 所以說變成說 政府要怎麼樣做到一個整個的 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調配 來做一個管理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 那再來就是說我覺得這些台商 你們也應該要體諒一下 這個台灣民眾的想法 因為中國是一個高 大家不信賴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要有這個規定 當然是希望能夠 交往要過正 所以我認為像有一些 這個國民黨的市議員說這個在那邊批評 或者是說讓他們就直接就回來了 這個我相信主流民意不會支持 這裡面有個基本的錯誤你知道嗎 時間跟疫情的錯誌 我們台灣什麼時候宣佈說 你一定要集中 一定要去防疫旅館隔離 然後呢才能回家 是因為英國的這個變種的B117病毒 摸到我們的邊境 我們是1月份才宣佈的 我們上個月也不用啊 我們上個月可以回家 你拿9月20號的來比我們現在的 台商我覺得有點過分 你是不懂還是故意 你知道我們台灣在2020年的12月底以前 你回到台灣邊境 然後那你出去PCR的檢測 各國都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回家嘛 那為什麼不能回家 是因為2021年的1月份 有B117這個變種病毒的離個病例 我們升高了防疫的標準 就像中國現在升高為28天一樣 你拿9月比現在 就像蓋佩芬姐的過分啊 所以我們防疫做到現在成功 就是不分彼此 然後集中資源優先使用 都是國人 哪個地方淪陷全國一樣受害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包含徐振文 包含某一些少部分的所謂的台商 不要把自己的家毀了吧 我們台灣之所以現在經濟好 或者可以站得穩穩的 是因為我們防疫做對了 那你會回家 是因為這個家還安和樂利 如果我們這個家像英國 像美國像現在河北 你要回來嗎 你就不用回來了 你擔心你的妻子兒女 要不要把她接走還來不及 所以我相信多數的台商回到家 是因為愛這個家 他不會希望說我回到家 然後把防疫弄個破口 沒有 大多數台商不會這樣做的 你覺得他是在政治操作嗎 當然在政治操作 他說還買兩箱雞蛋要丟防疫中心 有這麼的仇恨 那個就帶著仇恨 你是看台灣不爽 不是對防疫不爽 否則你拿9月份的措施 比較1月份的措施 這第一個謬誤 第二個謬誤在哪裡呢 你知道嗎 這些要求台灣放寬的人 你回頭去看中國 中國現在各省都宣布 盡量不要回家過年 對 那你為什麼不罵他 原地過年 非必要不返鄉 共產黨說的非不必要 跟我們講的不一樣 他說非不必要你就走不了了 所以中共也不讓你回家 你怎麼不敢在中國 講一下中共沒有人性 他們的隔離是鐵門的鋼板 給你盯起來 這個社區用鋼板給你盯起來 爬出來那個大媽就被摔在地上 你找死啊 這些台商都不講中國那種強制性的 防疫的作為 我們是科學性的 保護性的防疫作為 所以類似徐振文 或者這種 那邊他敢講的話馬上被抓走了 來 佩芬姐 你看這訊息是不是很明顯 在做政治操作 其實我覺得不是政治操作 我覺得台商的心態有問題 你知道我覺得中國就是說 他騙人沒有關係 但是他不能害人 還要幫台商打疫苗 想想看剛剛那個邱先生說 那個疫苗有73種副作用 你那個就等於毒針嘛 你打了針以後 你明明好好的人 就打一個毒針下去 所以你不要認為說 中共都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台灣防疫 是非常謹慎小心 因為你看包括一個人 同樣的病毒株 他都要去研究 到底是不是防疫旅館出了問題 對 你像中國哪裡管你這樣 一大噹噹噹噹噹噹 通通放在那個方艙醫院 不會管的 不會管到那麼細的 沒有人管你那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說 以為我台灣有人 我靠你你幫我安排 安排不好就去丟蛋 幫我準備兩箱蛋 這是老大心態的 想說有錢他就是大爺 我覺得是心態的問題 倒不是說這個政治操作 它還沒那麼高檔 它就是心態問題 覺得說你知道 我從大陸回來 你們就得好好的幫我安排 防疫旅館 沒有防疫旅館 我不能上飛機 他就是一個要以為說 我終於回來 你們就有人要照顧我 我覺得這種心態不對 那國東哥 所以這些台商是有這種 大爺心態 那特別是這樣的訊息 是不是也有一些 政治人物在做操作呢 我在這裡公開 跟這位台商講 你有本事 你就公開站出來 亮出來 公開把你的名字 站出來給大家聽 第一波武漢會議疫情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吧 為了小明 能不能回來 什麼人到人前 鬧了幾個月 鬧不停 鬧不完 所以這次這個台商 我覺得我非常的可惡 你憑什麼條件你這樣在鬧 說還丟雞蛋 你去丟丟看啊 我真的鼓勵你去丟看看 到時候你會不會網路的所有的 我們的網友去包圍雞蛋丟在你身上 我還不知道 怎麼有可惡到這樣子 其實今天早上我在看報告 我覺得疑問就很大 什麼防疫破口 防疫旅館 指向防疫旅館這個破口 我讀完 防疫旅館就是這些不聽話的台商 不是防疫旅館 防疫破口是在這些 你不聽指揮在這裡鬧事的台商 我們可以收容你 給防疫團給你 想辦法安排你 已經進到一個國家 對人民最大的一個義務了 結果你還在鬧 如果你認為中國防疫做好 你就不要回來嘛 你再繼續待在那裡 就地過節 對啊 憑什麼 甚至你把你家人 全部都接去中國 過節也可以吧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還要鬧這種 讓人家真的搖頭 我們一再容忍 全國都為了這件事情 包括足跡要不要公佈 包括什麼辦法都想過 現在交通部林佳龍 他們想出一個辦法 一樣要補助八百塊 給每一個要檢疫的 以前是旅館給你去住 現在很多人不聽話 還是旅館不夠了 現在把它改成說 好 你自己在家裡 基家 你的家裡人還住旅館 我們一樣補貼 八百塊給你 對 也許這個方式 會很多飯店 就自願參加 因為不是基家經營 是他家裡的人 沒有出國的 所以他讓他 跟一般遊客一樣 這個方法 可能鼓勵很多飯店 都投入 你要一萬間 兩間萬間房間 都扣 所以這個方案 交通部已經 昨天開完會送給 防疫中心去研究了 需要不需要這樣子 平時你們作亂 平時你們要危害 大家都忍受 反正言論自由 民主國家 結果你在那個 極前的中國 你坑都不敢坑 我剛剛講的 他如果敢這樣鬧的話 馬上就抓走了 還讓你在那裡囂張 在台灣民主 讓你講話 還講到真的不客氣 所以我希望國民黨的這些民意代表 不要再這樣操作 沒有意思 來親王 所以這些人是不是被人家利用 或者是操作 或者說他的本身的大爺心態 他特別還去稱讚 中國防疫做得好 說台灣還是後知後覺 我覺得他其實一方面是大爺心態 但是二方面 我覺得這也是刻意操作 為什麼刻意操作 因為剛剛在中國的媒體 已經看到好幾則在談說 這台商在抱怨說 台灣的這個管制措施 怎麼樣怎麼樣的 可是我們去看一件事情 當中國媒體在看這件事情 中國的管制措施跟台灣比起來 有比較不嚴嗎 就像剛剛佩芬姐在講的 其實你會發現中國的管制措施 想改就改 而且他遇到狀況 他覺得他應該改他就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你要進北京最新的管制措施 你看 第一叫14加7 所以呢不是只有14天 是21天 第二他還告訴你要三採樣都是陰性 那你要符合這兩個條件 三次採樣都確認是陰性 然後滿21天 人家才准你脫離隔離 這麼嚴格 所以你會發現中國也是一樣啊 人家已經變這麼嚴格了 那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要求台灣可以放鬆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在這個時間 確實要共體時間 是因為英國變種病毒的出現 確實大家都在因應這件事情 中國也在因應啊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就會發現 政府在調整的過程之中 政府有沒有試著要去想辦法 讓台商可以回家 有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一 防疫旅館確實它的數量 大概16000多間房間 不夠了 政府做的第二個措施就是 把中央的集中檢疫所把它釋放出來 然後告訴你說 這些東西政府有可能 我認為之後應該會走向統籌分配 因為你到中國也是一樣 他也是由中國政府來隨機分配 你要到哪個防疫旅館 不是你老大說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中間你去想想看喔 全台灣這麼多縣市 我如果大家都集中在台北 大家都集中在桃園 那其他地方的房間沒有人去 那請問這樣資源能夠配置嗎 當然不行嘛 因為你從房間數來看 我剛剛有跟各位報告 台灣的防疫旅館的房間數是16000多 那如果台商加台幹超過這個數字的話 中央就必須要另外再調派 中央也不可能允許說 人都急往北部去 中南部的那些防疫旅館沒人去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定是走向由中央統頭去分配 因為只有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以滿足到大家可以感得上 回家吃年夜飯的那一天 所以這才是我們在台灣說 這個時間要共體時間的 不是只有政府而已 也不是只有在台灣的民眾 在中國工作的台商 你也一樣要共體時間 因為你可以看到全球 大家都在共體時間 也不是只有特別 某一個地方的人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去看中國的情況 中國現在拉警報 拉得比大家還緊 中國現在拉警報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已經要求大家在地過年 然後非必要不要返鄉 非必要不要返鄉 各位我們跟大家講 非必要請問誰來認定 你的單位就會認定 他就基本上就不要你回去 你如果回去的話呢 我看到中國有很多的民眾在反映 他說我要回去 他的主管就警告他說 如果要回去的話 後果自負 這句話的意思講得很明了吧 他說告訴你 你如果要離開 你就是後果自負 也就是過程中有什麼情況的話呢 那你以後就不要怪我 所以這話講完就告訴你 他其實是強制的 他就是希望你就是不要回家返鄉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們的台商 你還是有返鄉過年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做的 是大家一起來合作 想辦法完成 你要回家過年的心願 而不是這個時間跳出來說 我要帶兩箱雞蛋去砸你政府 我請問一下你砸完之後 你房間就生出來了嗎 也不是嘛 而且這通緝量 只是讓大家認為說 你這個所謂買兩箱雞蛋 去防疫中心 來做這種政治操作 你只會被中國的這種大外宣 拿去做政治操弄的工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台北時間7號凌晨 發布力挺港人的聲明 裡面放了有台的彩蛋 宣布將派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夫特訪問台灣 文中提到 即使中國共產黨 致力削弱台灣的巨大成功 台灣是個可靠夥伴 跟活力民主政體 台灣展現出一個 享有自由的中國 所能達成的成就 曾任美國駐加拿大大使的克拉夫特 2019年9月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後 就經常發表有台言論 曾在分享視訊工作坊照片的時候 背景擺放一隻台灣黑熊的娃娃 也主動公開跟我國駐紐約辦事處處長 共進午餐的照片 還強調這是歷史性的會晤 力挺台灣重返聯合國 去年底更公開讚許台灣是真實良善的力量 與中國侵犯人權的暴行 形成鮮明對比 外交部證實訊息 克拉夫特主動爭取 將在1月20號 川普卸任之前訪台 總統府也表達誠摯歡迎 克拉夫特將成為 台美斷交後首位訪台的 現任美國駐聯大使 美國高官接力訪台 也看得出川普卸任前 刻意猛打台灣牌 好 台北關係有最新進展 除了今天進行的台美軍事會談之外 那美國國務卿龐佩奧最新宣布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呢 即將訪問台灣 要請教委員 這到底要怎麼樣去了解 這背後川普政府 川普總統下台這個 最後的一個臨門一招嗎 我先來講一個 大家常會問的問題說 這個政府要結束了 要換一個新的政府了 這個有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把一些動作 分成政治動作 跟常任文官 就是政府持續性的動作 比方說我們今天舉行的 台灣跟美國的所謂的 它其實真正翻譯 它叫這個political military 我們應該把它分成軍政對談 也就是說 像我們台灣的國防部 分成軍令跟軍政系統 軍政系統國防部長 軍令系統參謀總長 軍政的話 裝備啊編制啊各方面 那這個軍政會談 討論的是一個戰略 戰術 軍售各方面 過去這十年每年都有 所以它不是一個政黨輪替 就會有或沒有的事情 而這一次的軍政會談 最特別的不是會談本身 而是美國它每一天都會公佈 國務院的 它的叫做公共事務 忠告周知 它主動公告了這一個台美 要進行軍政會談這個事情 它把它公開 第二個這個公開是以往 以往都是模糊的 不讓你知道 有談的我們都不對外講 可是美國這一次把它放在國務院 而且告訴你是從國務院的辦公室 就是直接用遠距連線台灣 進行這對談 它代表兩個重要意義 一個叫做正常化 從過去的模糊隱晦不明 我直接浮到檯面上 讓你變成一個正常的 國家對國家之間的活動 第二個它把它列在 國務院的新聞通知上 也告訴你是在國務院內進行的 這叫做官方 正式官方的活動 也就是美國是以政府對政府在進行 那這當然是很大的意義 那這裡面有一些必然 昨天有記者問我 我也是說 美中的衝突是不是必然 因為它來自於中國的擴張 中國的2027年解放軍百年計畫 是直接向周邊國家擴出去 所以中印邊境的摩擦是必然 中國跟南海諸國的摩擦是必然 中國跟美國的摩擦當然也是必然 因為源頭在中國不在這些國家 中國不改 中共不改摩擦就存在 而這個周邊擴張型的摩擦 台灣的戰略地位 供應鏈地位 區域安全地位 是重中之重 所以台美關係的提升 升華或者正常化 它也是必然 那如果北京要看得愛吃醋的話 你就改一改 你不要窮兵獨舞 什麼事情都不一樣 那今天的最新宣布 你看今天剛剛談完 那我們知道美國華府發生了 大概這個18世紀以來 大概最嚴重的一次的國會的衝突 可是那個就是政治事件 可是政治事件在動的當中 美國政府沒有消失 他的常任文官 他的國防部 他的外交部 他們的外交部 還在運作 所以今天 蓬佩奧他是主動提到 而且去查美國國務院 一樣 每日公告的對外公共事務 他是官方的文件 他把先聲援香港 譴責中共 然後突然間帶了一句說 這個Kelly Craft 這個即將拜訪台灣 相當快的時間 那他代表的是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而中國是最忌諱台灣 想要進聯合國 對 所以這有雙重意義 一個是美國的外交官方人員 大使級的拜訪台灣 對 第二個他是聯合國的大使 台灣又被扯到 跟聯合國有關 台灣2360萬人 該不該在聯合國 尤其向世界衛生組織 相關 應不應該有一席之地 這也會帶起話題 對 這會引發聯想 這是一刀雙刃 台灣是不是要重回聯合國 對 那這Kelly Craft 會不會很快就下來 也不會 因為他的任命 這個任命有一段時間的 這個其實是美國政府 會持續性的活動 我們希望美國穩定強大 他符合我們國家利益 但這一個事物 跟美國的政黨的輪替 關係沒有那麼直接 那川普政府 對台灣的友好 我們可以想見 而這些在拜登政府之後 會不會終止 我想也不會 他是會持續下去 OK 所以台美這關係 又急速的升溫 這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這個凱利 這個克拉福特 即將訪問台灣 同時我們要關注 我們的自我訪問能力 來寬哥 今年第一次的九棚基地 中科院試射無限高 飛彈畫面曝光 好像是說是這個試射成功 目前來說 今天非常的令人振奮 今天早上又射了一顆 無限高的一個飛彈 但這次無限高的一個飛彈 它意義又不一樣了 前幾次在射無限高的飛彈 是怎麼射呢 是飛彈把彈先出去之後 然後無限高的飛彈再出去 那個時候很多人就說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薩德系統 那我們沒有薩德系統 沒關係 我們利用我們的真層型天公三型 自己來做我們的薩德系統 所以那時候他們的估計就是說 往上飛 飛到70公里到100公里之間 如果真的有其他的國家 對台灣有不好的一個意圖 它飛彈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那個高度去攔截它 如果那個高度沒有攔截到的話 往下走 有所謂的一個中層型的愛國者飛彈 跟低層型的愛國者飛彈 我們才能夠保護我們台灣的一個安全 但今天早上這個飛彈打出來 不一樣囉 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這次大家發現出去 沒有把彈啊 那沒有把彈就代表說你要打 是要打什麼呢 這時候重點就來囉 過去一直以來 我們其實在所謂的一個 台海防衛上面的話 我們有很強的防衛能力 但是我們一直缺乏一個 所謂的有效的打擊武器 這個有效的打擊武器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打得夠遠 你不管你今天打400打600 他只要把基地往後移 你沒有太大 你沒有辦法去對他產生太大的一個威脅 但這次呢非常重要 這次的無限高呢 各位都知道地球是一顆圓形對不對 那地對地的飛彈相對來說就簡單了 因為兩邊都不會動嘛 空對地或者是空對空 兩邊都在動 那個變量就非常非常大 那這時候就有個重點了 我今天往上打打飆高 打到300公里之後 因為地球是一顆圓形 他會呈現一個所謂的拋物線往下走 這個時候大家突然間發現 難道台灣傳說中的雲風飛彈 就在這個地方要完成了嗎 雲風飛彈是大家一直在說 射程大概是在1000公里左右 之前我們曾經派科技船 然後我們自己去打 聽說是完全命中 那這次呢 再打完之後 到底是不是雲風飛彈 這個再看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疾風專案目前已經在做了 這個是忠誠地對地的飛彈 重點就來了 第一個 居然有台大的政治系的名譽教授 他就說 哎呀你們美國多次對我們台灣的軍售 這個是對台灣非常嚴重的一個挑釁 我看了這句話我非常生氣 最近中國大陸動輒戰鬥機 動輒反潛機 就來台灣我們的西南方 不是西南方 就是東北方在那個地方做挑釁 我們每次都要派我們的戰機出去 我認為這個對台灣的飛行員 跟台灣的戰鬥機是非常大的一個折磨跟損耗 為什麼 人家飛行員多 人家的軍區多 人家的戰鬥機也多 我們相對來說比較少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剛剛已經說了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凱利克拉夫特 已經要來台灣訪問了對不對 今天拜登第一次出拳了 拜登跟布林肯已經說了 我們要在民主派議員在香港 在民主的一個議會當中 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這個是第一個 但是第二拳也打出去了 今天包括了中國中心 包括了中移動中電信等 三大電信公司 未來要在民主 marine電信公司